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經常都說 之前我們經常都很埋怨 真的太多事情要做 太少時間 疫情之後我們就會是太多時間 沒有事情要做 我們經常很多事情想做 現在我們當然想讀書就是上學 home office就是上班 拿大駕的上班 想去旅行 但是差不多到四月 我就想起一位故人 這位故人 我自己膽敢和他識於微視 但是如果要真的怎麼認識他 當然要找陳太太來談 因為這個人叫張國榮 我想陳太太說一下 你和他有什麼有趣的故事 可以在這裡和我分享一下 他是一個什麼人 在你的眼中 他是一個自信心爆棚的人 當然 因為他很正確的 尤其是對他自己 我們平時和他接觸 他不會說出來 例如他出來 穿了一套衣服 走出來 他不會問你好嗎 他會問你好嗎 他會問你好嗎 好嗎 好嗎 他會這樣 他不會給你機會彈他的東西 因為他很有信心 他自己穿得… 他出南耳機是完美的 對 其實他是很準備好 他穿的東西 或者他做的東西 他會做了很多準備功夫 不是隨便去做 他會準備好 所以他一走出來 信心十足 你一定要認可他 大家都知道 同意了 張國榮那份的信心 那份自信 他很快趣 當年我記得 我可能在麗的電視場的時候 他就開始做劇 有些劇我有一份寫 接著我和他最大的交集 就一定是喝彩 喝彩當年就是我第一次 真的寫一個電影劇本的時候 陳馬強 張國榮 鍾武羅 然後第二次的交集 我很記得 他去到現場 又是你嗎 因為當時我做了DJ 知道我寫過這個喝彩 接著就是緣分 緣分這部戲 Monica 在那段時間 大家都很熟 因為寫劇本 又在現場 大家很好聊 接著就成為天王巨星 就去到你那裡 我只是想問你一件事 爆料來聽聽 通常我們這些 假的天王巨星 假的自己說自己是超級巨星 就不算數 但是真正的這個超級巨星 難不難照 很多時候都是… 你知道這超級巨星很難照 他是我見過的天王巨星 超級巨星裡 我覺得最友善的一個 因為他經常做的事 都是永遠為人想先 不會為他自己想先 這個可能大家沒有接觸他這麼多 就不會感覺到 但是其實… 其實接觸過他的人都會知道 所以為何他的精神 他今時今日 大家都會這麼掛念他 是因為他真的出了他的心 對待每一個人 對待每一個人 所以我們很想把他的真善美 傳承下去 讓更多的人 可以感受到他這種精神 然後可以… 自己也會這樣 我得到你這樣說 我就放心地跟著說我 其實… 今天無端端健康蛋 祝陳太來 都沒理由 只是益故人風花雪月 當然是有我的原因 因為我實在想你 徵求你一個意見 陳太 就是這樣 四月到了 你記得去年四月 健康蛋做了甚麼事 在海港城… 許冠傑 許冠傑 對嗎 是幫香港人打氣 沒錯 五月到郭富城 很快就一年了 我眨眼了一年 我真的以為疫情可以完結 但對不起 大家還是事沒完沒了 在益故人的時候 我就… 我在這樣想 陳太 如果… 你這麼熟悉張國榮 我又這麼認識張國榮 如果他還在世的話 在這種情況 我去跟他說一聲 哥哥 出來幫香港人打氣唱歌 你猜他會否答應 在你的角度 我深信他一定會 他一定會 是 不過如果你說起Lessy 今天直接問不到他 我覺得應該尊重一下 問一下唐先生 為什麼 我當然一定要問一下唐先生 因為實在 我覺得健康蛋 一年 我們怎樣可以繼續 用歌聲去跟香港人一起抗疫打氣 我覺得真是張國榮的歌聲 這是我個人的請求 我知道 我很感謝你 如果你覺得張國榮還在世的話 他一定會答應 對吧 但當然我們一定要尊重唐唐 這樣 你可否代我發一段影片 我親自想跟唐唐說一聲 希望得到他的祝福 好嗎 當然了 這麼有意義的事 好 謝謝你 先托一托你 我就等你的好消息 好 一年前 因為這個疫情 健康蛋出現了 希望可以提供一些正確的健康訊息 一些抗疫的訊息 給香港的市民一起抗疫 誰知道事情越來越嚴重 大家甚至要家居隔離 留在家裡 所以去年4月 就許冠傑的音樂 5月的郭富城 用他們的歌聲 去為香港人留在家裡抗疫 打氣 反響也很好 初時以為 這個疫情會 都去到年尾怎麼過呢 誰不知 眨眼一年 可能這個疫情 還要跟我們共存多一段日子 健康蛋在4月 許冠傑 5月到郭富城 現在看 很快就要到4月 一周年了 那我又蠢蠢欲動 我就有一個很crazy的想法 我在想 如果哥哥仍然在世的話 我很有信心 他一定會答應 站出來唱他的歌 和香港市民一起 打氣抗疫 我挺有信心 所以 我在這裡有一個很大膽的請求 我希望 我能夠在4月1日的時候 依然在海港城的天台 在維多利亞海港 我們用張國雲的歌聲 去和全香港 甚至全球的華人 一起共同抗疫 我希望可以得到你的祝福 好,陳太太,很緊張 唐朗看了我的影片吧 看了 很緊張 那怎樣 我代表唐朗答你 那問題 好 她說 很同意你的看法 很同意蛋哥的看法 如果今天 Lessie還在 如果你有這個要求 希望她可以為香港人打氣 相信她一定會意不容辭 立即站出來去做這件事 這就是她的原話 好 多謝 如果又得到唐朗的祝福 陳太,你又全力支持我的話 我很希望在4月1日 我們真的可以 用一個小時的時間 我們用張國榮的歌聲 和大家一起 我們一起打這場仗 我覺得 在這樣 現在真的很多 到底我們要怎樣面對 這個疫情的時候 沒有好得過一些 我們很熟悉的歌聲 可以安撫到我們 現在那種忐忌的心情 我覺得 我要將4月1日交給 我們最愛的一位故人 張國榮 好嗎 我相信 因為這個疫情 其實很多粉絲 在這年多兩年 都沒有機會來香港拜訪她 其實 如果這個消息出來了 我很深信 這也是我們 很多Lessie粉絲的期待 對 到底我們會怎樣做這件事 我想大家要留意健康蛋 我們會報告給大家聽 最更新的情況 好嗎 謝謝 謝謝 謝謝蛋哥 謝謝 我們曾經 我們有太多事情想做 但是太少時間 現在 我們有太多時間 但是沒有什麼可以做 這一刻 你最想做什麼 想疫情快點完結 想上學 想上班 想旅行 或者 只是想聽一首歌 想你 張國榮